杨阳老师是一个非常阳光 非常自信 就是一个 在很多人看来 是一个成功的 中国女性的一个典范 怎么看 这是个标签 标签标签 都是标签 我是特别怕别人说成功 我真没有 这个 我特别怕成功这个词 但是呢 我自己的生活状态 我还是满意的 另外呢 就是我 还特别欣慰的是 我还有这个未来的一些愿景 这个愿景呢 就是除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 还有理想中的一个世界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很顺 倒也不见得成功 成功我觉得 这个话一定要让 问我儿子 我觉得自己挺成功的 就是 就是你即便是在一个 非常小的锤子领域里中 就是比如绘本很多很多 不是说绘本中 你最强好了 就是说 这一类绘本中 你最强 你就觉得自己很红嘛 就是 只是你这一小类的绘本 你想强 就觉得自己特别红 别人在不在意 别人好不好 跟你没关系 就不做比较了 因为你就找到自己了嘛 你有幸福感 你最强的绘本中的 你最强的绘本中的 你最强的绘本中的